昨天在大球場舉行了一場表演賽 國際馬亞密CF對香港隊 在這場比賽中 香港隊的球員表演出色 但由於美斯昨天未能夠落場參賽 令到政府、廣大的球迷 和遠赴而來的一些旅客 都感到十分之失望 這項比賽由Tedler Asia主辦 而政府大型體育盛事M品牌計劃 提供一些贊助 在贊助的條件裏 我們要求除非有安全或健康狀況出問題 美斯必須出場至少45分鐘 在開場之前 主辦方Tedler仍然確認美斯會在下半場出場 下半場開始之後 我們發現美斯仍然未出場 所以已經立刻向主辦方Tedler跟進 提出要求他們要立刻聯絡 國際馬亞密CF球隊 盡快安排美斯落場 但隨後主辦方Tedler通知我們 美斯是因傷未能出場 我們也再次向主辦方提出 美斯必須落場的一個要求 之後到完場前大約十分鐘 主辦方Tedler再次確定 美斯不能出場 最後我們再次向主辦方 採取一系列的補救行動 包括美斯可不可以向球迷 親自作出一些交代 或者代表球隊去接受獎盃等等 最後這些都不能成事 大家在昨日的球賽最後的安排上面 大家也都見得到 我們認為主辦方Tedler 是有責任向公眾 和廣大的球迷親身交代 解釋為什麼美斯不能落場 和他們和國際馬亞密CF之間的各項安排 這個是一個大眾觸目的賽事 政府是全力推動盛事 所以在這件賽事上面 除了金錢的贊助 也都提供了很多協調和協助 包括了一些場地的協調 人群的控制 和和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絡等等 過去一個月 我們的同事也都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協調這行工作 所以更加能夠體會到我們的球迷失望之情 但我們也都會繼續努力推動城市落戶香港 帶動民體內的發展 帶動經濟 也都會吸取今次的經驗 是聯同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是進一步改善我們有關的工作 落實好城市經濟的發展